记者林晓云台北报道,立法院今晚完成实验教育三法的修法,教育部高教司长李燕仪表示,实验教育首度延伸到大学将采取小儿媒模式,实验大学只可设大学部和硕士班,学生总人数上限500人,政府认为有必要也可指定一所公立大学办实验教育应相关配套子法带定定, 首间实验教育大学最快要108学年才可成立招生,李燕仪表示,实验教育三法修正案,办理实验教育大学有三个重点,被列为专案辅导或转型退场学校,不可以申办高等实验教育,学校会列辅导或退场,就是因为被认定办不好,因此设必不宜转期申办实验教育。 其次,李燕仪表示,实验教育大学只适合为小型学校和具有实验净职,因此一校的学生总人数上限为500人,大学部上限320人,硕士班上限160人,但不宜设博士班,政府如认为有需要也可指定一所公立大学办实验教育细节 而既然是实验教育及不受现行与大学有关法令的规范,但李燕仪表示,申办计划书必须提出要办什么形态的实验教育,申办目的及课程,要总统纳一个法规条文,且必须要有替代方案以确保教学品质。 例如,现行规定大学校的至少要有2公顷,申办实验教育大学者如认为不需有那么大的校园,就要说清楚适合的规模,而教学与课程设计如不要受大学法128个学分条件限制,就必须另提替代方案经教育部审核,未来对于高等实验教育也会有评价,建立教学品质任何机制,定定相关办法, 以立衔接学生赴国外继续升学时的需要。 台湾全人与民主教育协会秘书长,全人实验中学副校长陈正干肯定修法,也呼吁教育部以更开放,更前瞻的行凶,让各级政府都有能与民间共同合作校而美工办民营实验大学的法源,让台湾的高等教育可更加多元化,而面对越来越多的实验学校人力需求, 教育部应仅速修订相关办法,认定实验学校未失陪的实际机构,才能快速涵养师资具备实验教育的理念与素养。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张旭正表示,立法院将实验教育学校所占比率由政院版的最高三分之一减为15%, 予以肯定,但全教总主张必须是灵拒绝汉林门槛才能用公堂补助实验学校,修法却未设如此门槛,呼吁教育部对实验学校必须严加把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